今天风水团队收到美丽人妻Ivy的邀约 来到他和知名音乐人陈国华所亲手打造的幸福小窝 自从搬进来以后 老公的知名度提升 事业也蒸蒸日上 但却守不住财 赚得多也华得多 至于破财的原因 和他家位于山坡地是否有所牵连呢 而在这个景色优美 看似美丽温馨的欧式别墅中 究竟是否还潜藏着一些风水危机 正一步步侵犯Ivy的梦幻生活呢 这里果真是山明水秀 对啊 就是个康庄大道 真的 其实有小时候还蛮像我们这样的住宅的生活方式 其实蛮像美国住宅 对 就是好像有这种自己的通道 还有前院后院 又漂亮的美山镜 对啊 我跟你讲 这边有那个G6嘛 好像G8也是空的 G8好空的 G8那一户已经卖掉了 我们卖掉了 我们今天要去的那一户在前面 对 因为呢 今天真的大家有福气了 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 还有球子 你要注意吃看 真的 还有球材 风水 听说球子今天这一户的风水 球子非常的旺 对 如果说不稍微特知一点的话会 弟弟说 弟弟说 不过那你住间还得了 你还要怎么做 对啊 今天呢我们要来到这个主人呢 就是圈内真正的音乐人 嗯 就是陈国华老师 对 他们家的风水呢 其实到底如何呢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个原籍大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她的风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次的老师 是自称秘密届柯南的展围中 希望借由她秋思不减的办案能力 揪出长生其中的恶风水 今天是求子求财的风水大解密了 就好好跟他们学一学 所以你看这漂亮的太太在现场 谁会不想多生几个来欢迎艾米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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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嗨 来 有没有叫人 嗨 你们家这个风水 听说这个求子的方面风水非常的稳 实在是太旺了 真的 马上就生了地方 对 可是搬去哪一个礼拜都怀孕了 而且我还是有避孕期怀孕的 真的假的 对啊 这样子挡都挡不住 真的 你带到被写 挡不住 然后今天听说女人住进来 也是财运大开 对因为国华本来是默默在幕后弹琴 弹了十几年都没有什么人认识她 是 然后进来以后就开始转到幕前 就整个很乱 所以其实你们搬来这边四年 这四年当中 其实国华老师有从幕后开始转到幕前了 对啊 然后现在也开始慢慢很好了这样子 嗯 那对啊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说买来这里呢 因为毕竟这里离市区还是有一段路啊 对啊 就是当初是有好朋友住在隔壁 然后后来他们就介绍说 哎我们可以一起烤肉啊一起玩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边风光明媚 就是可以远离城销 我就觉得那边还蛮赞的 而且你们当初都 所以没有 就是 所以不想让你讲话的意思 所以当初你们搬了这的时候 有请风水老师来看过吗 嗯 其实没有耶 就是我们很随性 可是搬下以后就发现有一些小问题 然后就我表哥是就是风水师 他来我们家做客会稍微帮我帮他拉下去 那他有说直言说你们家风水是什么 他说还不错 只是说容易漏财 守不住财 不过你 老师,我想问一下 一这样的山坡地啊 就是有什么 对风水上面有什么影响 简单来说 他选入之前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建议他 他三年前问你 老師,你没说 你自己知道了三年 不要一直在挖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去哪里 你去哪 有那么久 就是说他如果走出来的时候 这边当有山坡地的时候 我会希望出来的左手边高一点 右手边低一点 所以对面幕就是这样 出来的左手边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 选对面的幕里会比他多两分 分数加分 高又低跟左低又高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通常希望出门龙高虎低 男人高高在上 女人蹲下去数钞票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有点颠倒了 代表住这一面的住户 太太还是很贤慧 可是也很辛苦 比较劳碌一点 好准哦 真的哦 你不然这边有特别劳碌 一直在生小孩 对 姐姐不愿意在生 停不下 不想要赶快搬走 不想在这边 真的 而且他刚刚有讲说 搬进来一个礼拜就完了 对 对 哇塞 那其次 那你先然后来住一下 对 什么都可以租我一下 好啊 就等我这边不行 要先卖掉 好 这个房子基本上来说格局是非常的好 无论由内由外 里面格局是万中选一的 可是你也知道 很多都是因为自己的摆设不注意 坏了整个内部的格局 所以它其实这一个格局 你知道从外面看 然后你上帝来看景过 对 看景过 所以它其实的格局是带财又带紫 对 但是因为它的摆设 我觉得带紫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带财刚刚Ivy 那个小儿子都抱出来了 对啊 可是带财的部分 刚才Ivy自己有讲说 其实转 但守不住 留不住 留不住 就变得转眼过路财层 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 帮她做一个过程分析 好 走 其实Ivy家有着先天良好的格局 但却因不当地摆设 回了这个万中选一的好风水 究竟Ivy漏财的原因为何 而连避孕器都挡不住的生子风水 又在哪里呢 更恐怖的是 背后竟然还有导致灵魂的恶毒风水 另外 我们也整理出五大风水疑点 有想停都停不下来的生子风水 聚财友方的财库 看似窗明激进 却又危机四伏的餐厅 以及对陈国华的创作之路 有着深远影响的事业风水 而一行人即将进入的玄关 到底这里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风水独流呢 哈啰 来 请进 姐姐 我们家真的很欧式风格 就还好请喜到 是 平平会晃欧式风格 可是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大破财的格局 因为你进来门不给人家关 就破财了 我们一打开门 这里有一个叫做 看屁罪的杀气 哈 看屁罪 什么 才一进门 老师马上就发现毛病 而这个毛病 也重重打了气派豪宅一巴掌 所谓的铅笔水 除了会有破财危机 还引起哪些病发症呢 各位观众 什么叫做看屁罪呢 请跟我来 我来为你们做解说 在风水当中 门就是一个口 包括鼻孔跟嘴巴的意思 当我们面对门外 有发现这个我们所说的楼梯一直下滑 就好像一个人流鼻水跟流口水一样的 除了代表身体疾病堪忧之外呢 出外容易受到风寒之外呢 也代表我们的前途是否容易一路下滑 什么下滑呢 代表财运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在外投资的一个危机 所以呢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样讲解 您听懂了吗 好 听懂了 那怎么办 我们本来就是一些大楼里面 就是因为位置本来比较窄 一定是就是一定有楼梯的 当然在破解的方法当中 我们可以 如果前面很宽阔的话 可以用个屏风 不行的话 我们就在客厅内部 再放个屏风 让那个气做一个转环 可是 这还不是 还有 你也知道健康就是财富 是 这里还有一个造成妇女 颈部腰部筋骨痠痛的 非常可怕的煞气 那就小孩啊 因为抱着 抱着 真的 有小孩的妈妈谁是筋骨痠痛的 拜託 你怎么不在乎你不知道 这个杀气叫做 宅门是谷 鹿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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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为大家解释 什么叫做宅门是谷 鹿是金 中国人在风水当中 把这个门称为是谷 鹿就是我们说金谷的金 当这个门前门后的阻碍物 过多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行运跟行走的不变 也造成我们东岛西弯阻碍很多 这种阻碍也包括沙发 也包括鞋柜 柜子是什么阻碍 还有这么多的小石头 造成我们前途有多少多少的阻碍啊 所以观众朋友 什么叫做鹿是金 您知道了吗 哦 这样子真的很麻烦啊 因为本来就是门口一定会有鞋柜啊 或者是穿鞋凳啊 就一定会有这些东西啊 我知道 有时候其实你这里做个屏风 把这个长风纳气做一个转环 那么气就不会一路下滑 那么它就是一个长风纳气的作用 所以古人用屏风 用在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用这个屏风也可以了吗 算是有加分的 算是有转环 你应该是要跟沙发队 它要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能够照离门更近更好 你先想看 因为它现在这门 你看这个门有没有 拜托小一点 是国王老师的古董 对啊 古董的沙发一起 所以你看门都听不开知道吧 那么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康庄而顺利的一个门 因为这样阻碍 就是人说卡卡啦 门只能开一半 那怎么办呢 就是把屏风坐在这边 对 然后同时呢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杀气 什么杀气 叫做玄武空虚杀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会造成男主人有没有 空虚杀 不想回家 或借故不回家 或是靠山不够多 真的耶 老师都一直常骑在内地 对啊 而且他真的是一个人单打独狗 你确定他在内地吗 还是他只是在台中的吗 他在内地我都有看到 他比更大护照 机票这些 好用心 你看他出镜盖一下 你是什么 不是 因为老师已经收回来的 在内地发展 发展得很顺利也很好啊 但是不免做太太的 总是会觉得说 老公在外地辛苦打拼一个人 然后我要一个人在家里带小孩 难免真的会空虚集 其实这房子格局好到无话很说 那因为摆设的错误有没有 造成了很多的错误 所以的意思是 这个是男主人的座位有没有 背后这样子靠对不对 本来是后面有空 你真的很短 还可以看 怎么可以收成这样 没有叶瑜伽是不是 那我把它放 你怎么可以收得这么干净 看来可以放一颗球耶 所以说这个男主人的座位怎么了 我后面本来有个墙壁当靠山 对 后来因为放了镜子 把这个墙画有为无 那会变成空的 所以它就在这里 本身说在这里就比较安全感 所以镜子要拿掉 拿掉 第二个 我们说马路无虎口 我们整个家庭的通道 就像一条马路一样的 他竟然把自己放在 门的出入口 叫做门冲 但是如果说 他今天沙发跟电视如果对调 那镜子还可以在吗 当然可以 所以主要是很多的 居家的观众朋友们 只能为了电线而放弃了老公 牵就电线 电线是没有生命的 老公才重要 所以花一点小钱 把稍微牵过来 让老公做得四平八稳的 能够在家里头安居乐业 能够爱妻子 这个电线到处买得到 所以不要把电线放得太久 这样子 最近是有什么心理的心理事 不是 我都一直在放电线不放你 我的客人实际上告诉我 我的客人实际上告诉我 那买房子他就把我按在这里 因为卖房子 他们不懂风水 就入导了这么美好的家庭机会 对 这样很可惜 所以基本上 郭华老师如果很喜欢那面镜子的话 那你就把沙发移过来 电视搬过去 就对调 对 花点钱弄一下电 沙发和电视对调 除了可以化解门冲的问题 也可以避免沙发后面的镜子 让男主人坐立难安 而镜子的学问可大咯 就让风水妹妹来为你讲解吧 镜子呢在风水学上来说 是一种很阴的东西哦 是不是不能乱摆啊 对啊 除了节目中常常提到 镜子呢 不可以对着床照 也不可以对着大门罩哦 我知道 对着大门罩 是不是会把门绳给吓走啊 没错 门绳跑了 你就可能卡到阴了 哎 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挺骗你的啦 其实换个角度想想 镜子放在大门口 大门是人进出的地方 这样不是容易被镜中的道以下道吗 哦 原来如此 嗯 那镜子不能照的地方还有哪些呢 哦 镜子不可以照的地方可多的咧 首先啊 不可以照柴位 也不能够照书桌 最重要的是不可以照神位哦 因为照柴位的话呢 容易让柴气反射出去 而照书桌啊 人就不专心 三不五十 照个镜子就挤个豆子 当然最重要的不可以照神位 因为这样的神秘还有祖先都很不尊重 可是照你这样说 我的镜子好像摆哪里都很糟糕 没地方摆了耶 其实不会啦 镜子呢 既然不能够针对大门的话 其实可以放在玄关的两侧啊 因为镜子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视野 放在两侧的话呢 也可以让我们玄关看起来更大 增加我们的财运哦 哦 原来如此 反正就是说呢 家里的镜子不要放太多 这样容易让自己疑神疑鬼的精神 也容易紧张兮兮的啦 时尚最棒身子风水 让你情都停不下来 她虽然阳台很大 可是你看到没有 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结婚的新婚 随便炒饭随便怀疑 真的很准 搬进来就是都还没有 全部都还没有弄好 所以我们到一周我就发现了怀疑 而且我当初不相信 还有一个啊 靖堂建包的一个雪光的格子 哪里哪里 好好的房子被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本来我们说面对客厅的门 对不对 左青龙 是不是荣耀高高 地步高升 飞龙在天 好好的一条龙在那边盘旋着 代表国华是什么 你的前途 没有啊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还蛮sexy的啊 你在那边走的时候 你坐在那边 你坐在那个按摩椅 你可以看到我屏下光光 不要不要不要 难怪卸这么多点 所以这个是不是像龙一样 盘旋上去 代表这个主人的地位 跟他的财富跟智慧 是高高在上的 可是你一进来之后 你第一个看到 就是这把锯子这个导致 代表我们容易有雪光 这个其实用板子遮起来 有这如果有那个 总是看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 其实我们好奇迹 都有介绍这个 对 所以你就用板子把它挡起来 就看不到刀子 真的 老师一再强调 近门见剧 容易有雪光之灾 只要找个板子隔起来 就可以化解了 不过话一说完 马上又浮现第二个隐忧 怎么了啦 必要再叹气了 还有一个造成小孩子 小病不断地撒气 怎么了 哪里 都是主人自己造成的 你说他摆设出了问题 对 请跟我来餐厅一下 还是一定要避 因为小朋友 其实对他一直生病 对 对 生病妈妈累死了 老师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小孩子一旦生病 父母就会分身乏术 忙得不可开交 而老师此话一出 也让Ivy更加忐忑不安 毕竟这些摆设 都是他自己创造的 一个不小心错误的决定 反而连累到 心甘报备的健康 究竟在这个窗明激进的餐厅里 摆设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会让小孩子 产生莫名的病痛呢 就是这个餐厅 小病很漂亮啊 我超喜欢这个餐厅的 超续风格啊 超续风格啊 然后你看 又水晶飞 对啊 你看到那个 小生风 然后你看 山有海 超漂亮 好漂亮 我也是很爱这个厨房 这个餐厅 太多了 都是我不好 晚来的三年 这个煞气叫做 扇中床 扇中床 什么叫扇中床呢 让我来慢慢地跟你分析 请 古人这个餐厅 就是吃饭用餐的地方 而且这个餐厅 又跟厨房连在一起 我们称为床母 跟造神 合为一体 造成很多小孩子 容易有莫名的病痛 跟慢性疾病的一个恶化 包括我们说的油烟啊 或湿气过重啊 包括我们说的餐具等等 会危机到小孩的健康 所以这个床呢 是造成扇中床 最可怕的一个放的位置 都是主人自己没有注意到 所造成的煞气 观众朋友 听懂了吗 什么叫做扇中床呢 这床这么严重喔 这个床是我在这里看书啊 跟老公聊天 跟小孩子玩 看风景的好地方耶 我们中国人看风景有一个重点 一个是门绳 一个罩绳 一个侧绳 一个床屋 包括地基组 各自有各自一定的位置 当然这个床很漂亮 为什么你把它放在厕所呢 对不对 为什么把它放在厕所呢 我们不要生气 我们懂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要让你们听得懂 它们放心的离开 但是因为它一样想要 你要先走啊 没有 就是说它想要享受这个 这个阳光 这个采光 对 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而不要用床 用别的东西取代可不可以 其实这边其实放个底子 也是蛮适合整个气氛 或向外眺望远景 这里把床移开 其实就是两波间进去剪较 所以重点它是因为放床的关系 如果它放贵妃 你还是可以在那边刷 所以好好的房子 都被这对男女主人搞砸 所以这是你一定要放的 对 是我 那时候当出来很骄傲 因为它是一个灵机空气的地方 那你每次上课了吗 还没 明年念中班 那你赶快搬走 因为上课之后真的很容易 对 真的 赶快把这床搬走 就减少这个美女主 好啦 所以一龙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一龙有一个 我们快话奖金也是会还好 因为有好的地方 还是来跟她拍拍手 可以 哪里 哪里 她这里有一个 早生贵子 母子登坑 而且会造成女生受孕机会 无法抵挡的极佳风水 在哪里 在后院 后院 后院 真是六岸花明又一村 解释完前面几个风水病毒后 紧接着来到连避孕期都挡不住的后阳台 不过这对已经生两个小孩的爱情来说 一定是造成她的困扰了 因为她的摆设关系吗 还是因为她的空间感跟她这个受孕 也是光源的问题吧 她这个后院真的滿干净的 而且你这个景色真的很好 然后又很通通 其实这是我们看过的后阳台里面 最大的 然后又受干净 非常干净 看起来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们都在这里 晒衣服 对 晒衣服 看风景 我觉得还不错 是 就是连工作的时候 你都可以说 家事不要让你觉得这么悠烦 所以如果真的不想再生了 就把自己封起来吧 对 封起来就一定会隔离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有后阳台 那怎么样后阳台的一些风水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格局 才会真的让女主人很容易就受孕 想要生小孩 想生几个就有几个 基本上除了风风光光 还有后阳台的格局 方方正正之外 代表小孩子后代子孙 为人正派正直之外 他虽然阳台不大 可是你看到没有 他像远处眺望 除了万家灯火之外 是 大虾盈利一望无际 代表他后代子孙 受孕的空间 以及活力跟健康跟生命力 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结婚的新婚 随便炒饭随便怀孕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很准 老师你真的说得很准 这我真的天天很准 你是随便就有 真的是 没有 真的是随便就有 我们搬进来 我们就是都还没有 全部都还没有弄好 所以我们到一周 我就发现我怀疑 奇怪 你不是搬进来很忙吗 对啊 为什么在一个礼拜之内 你不有空就走路 一直在清 然后一直在掉衣服 对对 就不晓得很奇怪 而且我当初不相信 因为我有装避孕器 对 可是但还是重的 连避孕器都禀党过 对 真的 所以不是你国外老师厉害 而是风雪假 所以你本来觉得那一天 你正在装那个洗衣机 洗衣洗的时候 然后国外老师找到厨房间 不是 没有想起 不要这样讲 因为很多家庭的确是 用洗衣服来当做是暗的 要洗衣服了吗 要洗衣服了吗 衣服有点脏 对 你们这样子 没有我们家不是 小孩还听不懂还不好 要双滑桶吗 没有没有 对 双滑桶组三了 双滑桶 没什么美感 你家有密码吗 应该还好吧 就是 我们就说杀很大 真的假的 对 就思思想要摇摇 好啦 不要讲这个 自己脚落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教一下大家 因为很多人想生小孩生不出来 你如果可以传授一些夫妻之间的 那种相亲相爱的秘诀也不错 所以平常就要奶奶的 因为我觉得Ivy她有很好好处 就是 即使发脾气 声音还成这么好 没有 发脾气非常的恐怖 可爱 不可以 你在外面喝 所以这个阳台还是比较优秀的工作 对 所以隆年很多人 是隆风宝宝对不对 陷阱的陽台不要亂掛 衣櫥臉或採光不好 或雜物橫身 甚至於把一些腐爛的 什麼醬菜、東西都放在這裡 甚至動物的糞便放後陽台 都是影響到 龍年生、龍蝦包的一個危機 動物 動物的雜物正面 可能有洋蟲 還有木木 樹木枯了也都那邊 還有就是一些雜物、雜貨 還有衣服背得鬼影飄飄的 那些都不一樣 可是我說真的 你說衣服鬼影飄飄 真的喜歡衣服就是要曬那 沒有錯 有的高度可以跳過窗以上 或在窗的兩側 門看出去沒有看到為原則 了解 然後這是Ivy家的好的風水 對 然後做參考 還有更好不可怕的風水 不用做就會懷孕 而且妳覺得她的職業病 明明很好還是更好的 還要做眉頭 她做眉頭 還有更好的風水 是好在哪兒 對 幫女主人聚財的好風水 這要學起來了 在那裡 幫女主人聚財的好風水 非廚房莫屬了 廚房除了是女主人的地盤之外 也是影響家運的所在 但是白什麼都不對的Ivy 竟誤打誤撞在廚房 創造了絕佳的暗材味 這裡是不是一個凹口 對 就是樓中樓的樓梯的下面的褲 像看一個擁抱 你想幹嘛 不是 我在擁抱 我在擁抱 我把這個隔區 做一個支析 一個摩石器 它抱什麼呢 它抱的是它的柴褲 第二個 它的冰箱打開了口 並沒有正對的爐灶 而且又沒有水火沖 第三個 這個沒有正對 冰箱沒有正對我們的客廳 對 也不至於錢財一路下滑 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 好的一個鋸材的材味 好高興 所以反正家裡要聚財 也是要把冰箱放在一個 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地位跟保險箱 是一樣的重要 哪天應該可以放在裡面 會更聚財嗎 對 對 對 老師 我想把它放滿就對了 但是還是有進有出 然後盡量放 然後裡面食物不能爛掉 對 老師 不過你講說 這個地方是手柴的地方 對 那手柴也要有柴位 它現在柴位在哪兒 他們叫柴位有沒有 就是剛剛我們樓梯口的地方 樓梯口 進來那個樓梯側邊 就是放音響的地方 對 那個這樣 就是進來那樣45度 那個腳樓的地方 樓梯鋸齒的 就那個牆壁那邊 上樓梯的那個位置 但它那個柴位是及格嗎 沒有及格 它如果有刀在那邊的話 就是 劍柴凍刀 那個要把它包起來就好 所以它那一面包起來就好 它不用放什麼招柴的東西 招柴是加分 那有的柴位是防止破柴 只要樓梯弄起來之後 你的柴位就鞏固了之後 你這邊又守得住柴 太紅了 有柴有紫 你就是萬事 太紅了 但是 你有 你很傻 但是老闆 有一個夫妻 每天 難免會有口舌是非的歌手 多少都會 很煞情 哪一對夫妻不吵架 哪一對夫妻不吵架 要不吵架就是不要講話嘛 就不會啦 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有什麼 明明就要有個門 他就偏偏把它拆掉了 你原本這邊有個門啊 原本這裡是有一個門隔開的廚房 所以本來這裡面整間是一個廚房 然後你把這個牆都打掉 然後做成這個開放式的搭檯 這樣不是看起來比較淡嗎 在風水煞氣裡面 我們稱它為 也就是說 造有造神 堂有堂主 堂是客廳 造為另外一個格局 如果沒有這個門做區隔的話 等於這個廚房是客廳的一部分 柯林為堂 堂上有造火在燒 那有什麼關係 男主人特別容易生氣 或是辛火 聖火 肝火比較會茂盛 那麼造成男主人的身體也不好 格局也不夠方正 可是現在大家都是做這種開放式廚房 就是希望空間可以搭點 而且我們這邊煮菜的時候 老公你可以稍微微信一下我們 看一下你後面的邏輯 我總... 然後再帶到後院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做了三片門拉過去 平常打開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門的形 要出現就可以了 不是叫你一定要關門 所以這裡做四片合適的門 往那邊推 是開放的 對 有這個門形在 就房子有隔區 人就有隔掉 所以既無躲過之後 你現在又再代言 拉門 拉門 那這裡是不是也可以用地板來做區隔 因為我看有的人就做開放式廚房 然後廚房的地磚跟客廳 或者是餐廳就不一樣 不一樣 把它跳高 也是另外一個天螺地網的區隔 也是一種方式 誰的地盤 這是我的地盤 就做一個區隔 也是可以的 或是做石磚的一個區隔 也可以 所以它其實如果 它一定要這樣子從上到下 它如果做一個那種小大門 也是也可以 事實上知道這是另外一個空間 就可以了 那我兒子的那個擋架門 就放在這個 但是尺寸一定要盡量 21公分的倍數比較好 為什麼英明只有坐到21公分 不是 為什麼21公分的倍數 因為它工廠現在還沒有研究出來 就打了 不是 日礦很貢獻 21 42 463 你在趕快吐槽 不好意思 廠燒打來了 可以講一下一個原因嗎 大家比較沒有文公尺的概念 是 那麼用21公分的倍數 都是極速 那麼大家比較會沒有擔心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時間的 了解 那它這邊如果放個小大門 21公分 那就好啦 有算是一個畫面的畫面 很好 因為我可以下班了 謝謝 但是 還有一個 造成夫妻偶爾會一點點 小小口角的格局 就是 我 就是老師 因為老師一直有畫 對 老師遲到 這人家家庭要見小小的真正 我們帶大家去樓上看一下 好不好 好 妹妹帶我們去好不好 走 我們去樓上 妹妹妳房間在哪裡 妳房間在哪裡 妳房間在哪裡 從關剛剛提到的後陽台以及廚房 深猛的後陽台便是九子的關鍵 只要後陽台一望無際 遠景遼闊 子孫就會像獄後春筍般冒出頭來 若是雜亂不張 陰暗無光 子孫的前途便會看綠 而房子的45度角是明財位之外 我們也可以自己創造出暗財位 只要將冰箱發佈在缺口之中 切記正對瓦斯爐和客廳就可以聚財咯 你還搞不清楚什麼是暗財位嗎 就讓風水女孩教你賺錢賺到手軟咯 我們上次有提到啊 大門一打開的對角線45度角 是你的明財位的位置 而明財位呢 就代表了招財的意思哦 可以把一些招財貓或者是生氣盎然的植物來佈置它 但是萬一你的明財位剛好是落地窗的位置 窗屋一打開啊 你的財氣都漏光光了 怎麼辦咧 所以啊 我們今天就要來教你怎麼創造暗財位哦 嗯 我們可以在家裡空間比較深 又不會影響到動線的地方 在比較裡面的位置創造暗財位哦 那既然有了暗財位 就可以放上一些冰箱或是聚寶盆囉 因為暗財位代表的是聚財 所謂情不漏白 暗財位也要藏地隱密才可以守住財富哦 沒錯 你的存款都沒有變多嗎 如果你賺了很多錢 卻又很會花錢 那就要加強你暗財位的佈置囉 解決完四個風水疑點 接下來還有一個也是因為擺設錯誤 甚至會會怪陳波華音樂事業的致命格局 除此之外還隱藏著一個破壞家庭 釀成離婚悲劇的可怕風水 究竟張維忠是否能夠及時挽救他們的婚姻危機呢 不及時和血型假意面臨婚姻危機 古古墓為死墓 死墓在走道就是死到 半年來我辜負了他們的叔父 遲遲沒有來 知道這麼多的錯誤 我剛剛看到樓梯竟然放了心機假花 如果假花竟然放的話 代表足之間會有數 到目前為止 解決了四個風水疑點 分別是傷及筋骨的玄關 讓小孩產生莫名病縫的廚房 神秘力旺盛的陽台 以及聚才友方的廚房 而毀壞陳波華音樂事業 以及破壞家庭 造成不及失禍的可怕風水 又藏在哪呢 一行人將步入看似甜蜜舒適的住臥房 但沒想到致命的擺設 竟會導致夫妻失禍 釀成婚姻危機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會讓夫妻反不成仇呢 這裡是你的臥室嗎 對 這個是我的房間 妳好浪漫喔 會嗎 就太簡單 很簡單 然後這個應該想必 是郭娃老師的替身吧 是的人 因為他媽媽一個人睡 對啊 而且這個姿勢啊 對啊 想必 很長狗爬是嗎 對 對 好害羞 好害羞 你看看 不好意思 你在啊 好啦 那這個臥室其實感覺很溫馨啊 雖然說男主人常常不在 可是女主人是搭理得非常的好 哪裡會有造成他們司機有小爭執 不過說整理房間 東西真的好像有點多耶 就是已經因為你們要來還有整理過 我覺得因為他們 情緒儀耶 她有情緒儀耶 對 因為我覺得很重享受 就是說他們常常會有這些 情緒儀也好 不貴妃儀儀 按摩椅 就是很多這種東西 回到家嘛 我就覺得要有一張舒適的沙發 可以看這次休息 老師那你覺得這個哪裡問題 出在哪裡 又讓他們沒有空腳 床夫妻在那邊 一天要睡八、九個小時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對 如果能夠左右都能上下床 代表相控尊重 而且能夠左右逢源 這個床本身這樣睡有沒有 有時候 我說你單義 左青龍右擺虎 你是剛剛趕路來很累是不是 虎邊壯 代表民主人 四肆壯壁 沒有出路 沒有通路 第二個 又把這個梁知道嗎 壓在女主人的上面 女主人被趕艱辛 我只是有留空 對 我有留一些空話 一些空氣 空 留歸留 但是這個還是有一個所謂的 鑄刀跟避刀的問題 安全感跟舒適感 不是把整個梁打你 撞你 敲你 怎樣你 是一個 怎樣你 面你耶 裡面讓國王老師睡的話 就沒問題了 你們都是 那你就開心 明明就是你們看 明明就是移過去 把這個梳妝毯移過來 對 就好了 就好了嗎 為什麼 你床就是在正中間 然後這個就放到這邊來 可是你電腦座不用動 對 因為之前是這樣擺 可是就覺得說有點膩了 然後我最主要想說 可以在這裡餵奶 就是放中間的時候 沙發擺不下 而且可是老師 如果他床擺中間 然後這樣子擺的話 這樣面對電視還是有口水之分 沒有 電視是一個世界之窗 它不是門 從電視 我們看到全世界 這就是古代的山水化的意思 所以並沒有什麼大部分 有關係 對著床有關係 對 如果床移過去 又正對到廁所 看到馬桶的話 當然我會認為 能避就地 是 所以你們之前床是放中間的 是放中間 那你有覺得移過來之後 因為我覺得夫妻有一點口角是難免的 有時候你真的小孩帶累 或是國話老師工作累回來 會不會會很容易 因為那種很無聊的小事 會有一點口角 常常啊 就是可能你放完回家 我只會說 你怎麼這麼晚回來 他就會覺得說 我在外面累一天了 你幹嘛還要這樣子 就是會有一些誤會 就是我沒有一些 只責怪他的意思 但是他就會覺得說你不體諒 其實是你放 床的龍邊過關 男主人比較自我 他的力量不強 他埋怨就多 可能會造成不平衡 對啊 所以如果說我們整張床 就是把它擠到那邊去 然後這邊超寬的話 那艾米是不是可以跟國外 去搶鞋走 那是越過去越好 不要碰到錢就好 如果 沒有 這個是風險是可以反向操作的 如果想育膚的話 這也是一種逆向操作 相對的 你要老公替你的話 老師你讓我已經四年了 你是不是太過分了 真的 可是你要知道 你這樣子的話 你要管老公 你必須付出更多的代價 辛勞 勞勤勞神 至少不用買個包包 都還要打電話問國外 什麼這樣子 真的這樣子嗎 還不單 交出來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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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房間 重點就是在於床位 對 我們在跟你馬上說 要怎麼弄你的床 我跟你講這個床 這不做好的話 要不要亂來 要不要亂來 要不要亂講 要不要亂來 要把媽媽的感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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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個弟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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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多剩幾個 不要 夠了 好啦 所以這就是她主務室的一些問題 但其實還蠻簡單的 動下床 動下床 其實提醒觀眾朋友 因為大家沒事就喜歡搬床 因為我自己有這樣的毛病 就睡一段時間就覺得 就膩好膩喔 用來移一下好了 然後反而越移越糟 這是很錯誤的一個觀念 真的 就是洗心裏著 很多人都是傳統的人 你怎樣 你不覺得每天在移一下 很有汽車旅館的Fu 什麼 就出去去汽車旅館 家裡就是一定要固定的那個地方 後生寫那個汽車旅館 四個字也可以 要無聊 老師你派了 要寫寫這樣 寫什麼 陳太太重特點 陳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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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辛苦辛苦你了 對啊 原來主臥房所造成的問題 一切都出自於床的擺放 如果床靠在右邊牆壁 龍寬虎窄 會讓男主人的自我意識抬頭 而女主人睡在樑下面 做任何事情 都會覺得很辛苦 那就是這樣啦 那有什麼問題嗎 還假的 還有一個就是工作室不聚財的大破財歌君 你是說國華老師的還是愛語的 國華老師的 國華老師的 他的第一頁創作受到壓迫 他個人的智慧受到限制 他個人的才華受到了壓抑 你是在禁選嗎 不是啦 這麼嚴重 那我們要好好玩一下 因為國華老師這麼有才華的人 而且他能力 好好發揮 這麼好的房子 通通通砸在他們自己的白色 這三年 你最真人中整慘 真的 老師要問你整慘 我們去上面看看 好 來 走 檢視完主臥室的風水之後 馬上來到頂樓上的陽台 而頂樓在風水中代表長輩以及頭皮 夾食又種植綠意盎然的植物 放任不管讓它變成枯木 長輩就容易禿頭 運氣也會受到影響 除此之外 這裡還藏著影響夫妻感情 虛情嘉義的惡風水 若是不嘉義改善 恐怕也會步入人妻團 進來感情不順的後塵 而陽台旁邊的工作室 裡面放滿了各式各樣的身材工具 更是IV家的經濟命脈 而到底哪些東西因為擺設錯誤 可能對陳國華的音樂事業毀於一旦 究竟影響人際關係和事業的工作室 會有什麼風水病毒呢 現在來到頂樓的工作室 這裡的風水關係著夫妻感情 以及老公的前途 到底張維中要怎麼協助他們 事業愛情兩得意呢 安逸 好棒 真的 真的 好棒 達西萬桃園 還有一個小空間 真的 而且這已經看到101了 真的 Viu好好 而且我們這樣一路走過來 微風徐徐 然後看到夜景又這麼漂亮 晚上好搖頭的 像小孩子睡著之後 你們兩個上來 這邊聊個情 彈個情 然後又有空酒 然後又帶句後院 這裡就可以了 聊頭大家聊這麼開心 我覺得你是忌妒喔 三年來我辜負了他們夫婦 遲遲沒有來 發生這麼多的錯誤 走道跟樓梯是家人互通 最重要的一個空間 我剛剛看到樓梯 竟然放的是一些假花 如果假花繼續放的話 代表夫妻之間 會有虛情假意的可能 就像你這三年來 當然有虛情假意的可能 你家應該都假花 代表朋友的 朋友去其他一個 所以盡量不要放假花 他那個走道 明明是綠意盎然的植物 竟然是枯木橫生 枯木為死木 死木在走道就是死道 都是國華啦 他就是很愛買那些盆子 他覺得很漂亮 而且他買回來 他覺得他自動會長大 從來不幫他澆水 就像他取了你 就像他取了你這麼美麗的花朵 也要不時地灌溉跟枝葉 要我一直哭耶 真的 讓我下去 等一下好不好 好 還有更大的問題 在這個工作室裡面 很好 很好 其實這樣可以看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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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什麼都好 那我來幹什麼呢 面子 對啊 面子 老師 我要講怎麼樣會更好 其實他如果改變他的工作室的桌子 桌子就是他身材的器具 對 如果這個做在這邊工作室能夠四平八尾的話 能夠發揮創作的話 能夠在這邊更安定的話 他的成功率是更高的 當然 這個桌子向遠處眺望 我說我是不可多的一萬無幾的 所以他看到這些夜景一定很多靈感嗎 當然 可是他的背後又是門又是走道 又是這麼弱的 我們就有小人在他後面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麼 那你的建議是什麼 這叫做還是回來一個玄武空虛 跟客廳一樣 對 這個房子就是自己造成的 雙玄武空虛煞 雙喔 因為客廳是一個鏡子嘛 這邊是不是一個現實的空 對 所以把那個工作的桌子 移到這邊來 靠著 左輕龍 龍寬 龍蹦 龍的魅力 男性的活力充沛 虎邊可俱才 對 把這個沙發L型的 移到那邊去 那邊放TV 後有靠前友們 你也是耶 在他這邊 在他這邊 彈弓後有靠前友圓景 龍洞 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一個 發財的一個好的安排 是真的 因為你在沙發那邊 看一看一看有靈感之後 趕快衝過來 而且在這邊談 大家在那邊聊天 然後坐在沙發上 也是一邊看 那前面要給他小肥嗎 還點我 沒有 我家都爸還有嗎 動不動就說愛我 沙發面景嗎 沙發是L型的 L型這樣子 沙發面景 你問奇怪 沒有 我會是靠在旁邊 對 而且你如果將來要賣的話 照我這樣安排的話 會有更多的喜歡 更多的戶口 而且其實你們這一個 這一戶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這三頭上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自己的室外討演 所以其實你喜歡三不狗喜 有好朋友來的話 這邊很趣 對 我們常常在這裡 拌烤肉啊 中秋節啊 今天等一下在這邊智慧 智慧 而且你跨年這邊就看到101 對啊 好晃的地方 是小小給Lounge Bar的感覺 對 你看我們說高吃好 大吃小 寬吃窄 你這麼高高在上的隔地 這麼好的房子 好像古代的陳主跟君王一樣 君臨天下 一覽無遺 是不可多得的好房子啊 那你買下來 買下來 快要挖這個來刷卡 真的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夢寐以求的一個 是 很棒的地方 所以其實只要把白色稍微改變一下 改變一下 去拆 然後呢 家庭和諧 然後又 最主要是 炒飯馬上會懷孕 白生啊 不要再炒飯了 那我你啊 如果這是 因為這算是國華老師的小空間 那如果你幫他在他回來之前動過 他會再生氣 不會不會 因為我如果詹老師說的 他一定OK 你如果講詹老師 他應該不會生氣吧 講到詹老師說 他就你相信他 帥的 帥的 三年前不來 現在要講什麼 我們現在來太晚了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你就趕快幫他轉一下 他回來的時候 你就給他一個驚喜 說不定他音樂整個就順暢了 那我可能筋骨會 對喔 沒關係 好 下次來幫你掰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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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可是可以彌補三年來 是 就讓你好好的表現 詹老師 好啦 老師今天已經 有講了這麼多地方了 代表這三年已經又補回來了 好不好 所以注意一下你們家的風水 因為你們家的格局 其實本來基本上 我們基本盤已經比較 就很好了 就擺設改一下 就很好 綜觀今天一開大門的開門階梯 是Ivy和老公 錢財受不住的原因 以及餐廳擺床 會讓小孩子生病之外 基本上Ivy家本身的格局算好的 只是擺設錯誤 才會讓他的風水大大扣分 只要稍微做個改進 就可以接近滿分 而睽違了三年 老師也圓滿達成任務 期許這對夫妻 能夠一直甜蜜下去 兩個小孩也能平平安安的長大囉 真的很厲害 小 notions 沒有了 這個結果 真的很少 有